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早起就看到一个新闻 说普京将在当地时间晚上八点的时候 发表一个全国性的演讲 似乎会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 但是这个演讲在最后一分钟突然取消 并且被推迟到了明天 有人说这个演讲是关于俄罗斯全国动员的 有的说是在俄罗斯现在占领地区 要举办是否加入俄罗斯的公投 这个动向非常值得关注和分析 尤其是这个动向对中共的影响 第二个新闻是关于最近在中国大陆 热议的一个现象 就是中共推出了一个叫做实户涨的制度 这个制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过去中国商鞅变法之后 推出的一种法家连坐的制度 也就是说中共会进一步收紧对社会的控制 我想把这个事情跟二十大上 习近平是不是能够成为党主席连起来说 第三个新闻就是王岐山到英国去调研英国女王 他的表现让人非常的侧目 尤其是很多的小粉红竟然在王岐山下车的时候 向他表示热烈欢迎 呼喊这个热烈欢迎的口号 非常的脑残 这个我们一会也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是实际上可以看到 就是中共这个他的官员也好 他的大使馆也好 其实非常缺乏国际上的一种外交礼仪的常识 那么今天呢在正式说新闻之前呢 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错过我们不断更新的新闻分析了 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 今天的媒体广泛报道说 普京呢会在今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发表一个全国的讲话 这个是在二月份俄罗斯宣布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第一次 而且呢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伊古呢 预计也将一起参加讲话 当然这个时间呢现在已经过去了 所以讲话并没有发生 因为这个在演讲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被取消了 被推迟到了明天 大家猜测讲话的内容大概可能会包括三个方面 但是不管是哪三个方面 他就是中的哪一个方面 他都会对俄乌战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咱们现在呢先说这个第一个猜测 第一个猜测呢就是预计普京将下令全面动员国家的军队 之前呢普京一直在讲 他说我们这并不是一场全面的战争 而只是一场特别的军事行动 那么因此呢普京他能够动用的兵力是有限的 这个也就是说根据俄罗斯自己的法律 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动用到什么级别的军队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全面的征兵 如果你声称我们现在并不是处在一个全面战争的时期 那么你就不能够动用比如说这个普遍的征兵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 普京他能够送到前线的兵力 现在被消耗的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已经是兵力不够用了 已经是捉襟见肘了 他采用的方法现在都是招募一些比如说雇佣军呢 还有一些把一些囚犯武装起来去打仗 但是实际上这些人 他们打仗不会给你真的很卖力气 而且打的也很不好 那么现在在俄罗斯呢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 说这个从周三就是9月21号午夜开始 所有18岁到65岁年龄的男子将被禁止离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备战领土 如果这个全国征兵这个事情发生 就是意味着就是战争的升级啊 和这个俄罗斯呢将普遍的征召逝林青年入伍 这个呢就有可能帮助普京在这个军事情动中抽掉多达200万的预备役的军人 跟这个相配合的呢 实际上是因为随着这个乌克兰反攻啊 因为在这个月大家可以看一张地图啊 去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 大家看到黄色的部分就是乌克兰反攻之后所打回来的土地 这个土地呢已经达到了6000平方公里之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有点竹筋见肘了嘛 就是俄军 所以现在呢这个俄罗斯的国家杜马啊 就相当于他的意愿了啊 就相当于他的议会了 那么在20号的时候 9月20号的时候就批准了一项刑事 这个刑法的修正案 这个在刑法修正案中呢 就把首先把首次啊 把这个动员啊 这个战争啊 戒严啊等等概念列入条文 现在这个修正案呢 已经经过了二读三读 然后呢就是准备送交普京之后呢 就正式生效了 他引读的这些什么戒严呢 什么战争时期啊 就类似于这样的概念啊 他讲的是在对敌作战期间 如果发生抢劫 自愿投降 或者擅自离开部队的话 这种人将面临着 长达15年的徒刑 而且就是说 哪怕不是在全面战争时期 只是在动员期间 或者在戒严期间 如果也犯下类似罪行的话 也会就是有很重的刑责 那么俄乌战争哈 现在这个呃就是有一些 包括以前在顿巴斯地区 就是亲俄罗斯的一些人哈 他们本来是极端民族民族主义者 就是非常支持普京的 那么现在这批人的话呢 他们也认为如果说俄罗斯 不进行全面的战争动员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乌克兰 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觉得哈就是说 这样的战争动员呢 就全国性的战争动员 对于普京来说 不见得会是一件好事 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他凸显出 俄罗斯在前线的战争已经失败了 至少这个显示出 俄乌战争中 俄罗斯已经遇到了重大的挫折 这个对于在俄罗斯国家内部 支持战争的人 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这个呢就好像是 中共武装入侵台湾一样 很多的小粉红喊打喊杀 那是因为他 认为自己是不需要上前线的 他认为共军会以摧乎拉朽的速度 占领台湾 但是呢 如果轮到他自己上前线的时候 他就会怂了 所以说这些小粉红 他们的这种心态 其实是打太平拳呢 这个唯恐天下不乱呢 或者是说他的那种 就是就是非常的 就是小人 就是胆子很小 就是只敢在后面 就是这样摇旗呐喊 但是呢 他是绝不敢上战场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也就是说呢 这些小粉红 他们并不具备着英雄人格 你如果真的到战场上 炮火硝烟 雪落横飞那种状况 而且不知道死神会什么时候降临 这些人自己就吓傻了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小粉红 他们通常在自己的这个利益 没有受到损失的时候 他们会表现出那种 这个爱党爱国 所谓的爱党爱国 支持中共 但是一旦他们自己利益受损的话 他们也是会大声的抱怨 然后也会表达不满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你会看到在动态清零的过程中 很多过去的这种 支持中共的小粉红 当自己本身或者家里边的亲人 受到伤害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这个 这个这个 他的心态就会 崩了啊 然后他这个对中共的态度 也会发生转变 所以我相信在俄罗斯呢 很多支持对乌克兰战争的人 也是如此啊 如果全面动员的话 这批人他们也有可能上前线 这些人的话 他们也有可能会因此 变成反战人士啊 所以全面动员呢 会给普京极大的政治压力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普京讲话的第一种可能啊 就是说他要全面动员了啊 第二种可能呢 第二种猜测呢 就是关于被占领地区的全民公投 顿巴斯地区的 亲俄当局呢 透露说他们在本周就将举行 加入俄罗斯的全民公投 这个日期呢 大概是在9月23号到9月27号之间 之前本来公投计划 就是就是早就该发生了啊 但是因为乌克兰的闪电式的反击呢 就倒成这个公投被这个推迟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地图啊 这张地图粉色的部分 加原来黄色的部分呢 实际上是俄罗斯占领区啊 包括这个顿捷茨克和这个顿捷茨克和卢干斯克啊 包括这个哈尔科夫 然后呢 还有这个扎波罗热啊 还有克尔松 就是这么这么几个地方啊 那么现在哈尔科夫这个这个这个州呢 已经丢了啊 然后这个其实呃 乌克兰的军队呢 已经在攻打顿捷茨克了 但是大家看到这个粉色的部分呢 实际上是俄罗斯 这个右边这块啊 这个地方就是俄罗斯 这是Russia嘛 就俄罗斯 实际上这些粉色的部分呢 让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呢 形成了一个陆地上的走廊啊 就是这么走的话 他就可以这个来到克里米亚半岛了 所以呢 他现在是准备在呃 卢干斯克顿捷茨克 在这个扎波罗热 然后呢 还有这个克尔松地区呢 这四个地方举行全民公投 也就是说呢 呃 这个让这四个地方 以这种全民公投的方式 加入俄罗斯联邦啊 变成俄罗斯的领土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普京的无齿的伎俩啊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他用同样的方法 这个占领了克里米亚 那么 这种公投的话呢 首先哈 大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国际上它是一种什么反应哈 首先在刺刀之下的公投 是不可能公正和自由的 其次就是到底谁有公投的资格 也是一个问号 是难道只是在这的人就可以公投吗 是吧 还是在这个地方居住了一段时间的人 可以呢 而在这个地区呢 因为长期发生战争 很多人都已经跑掉了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留下来的人很可能是亲俄的人啊 所以这样的公投并不具有代表性 不具有合法性 呃 那么 虽然不具有合法性 但是他至少给了普京一个借口啊 他就可以说你不能在乌克兰 不能再打我了啊 这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了 你现在乌克兰是说 这是我乌克兰的领土啊 或者是说这是顿捷茨克跟卢干斯克 跟你俄罗斯没关系 所以说我要打这个地方 那 公投之后的话 俄罗斯就可以说 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我的领土 你不能再打了啊 因为这已经是我的地盘了嘛 呃 更为可怕了 就是说当这些地方一旦就是公投 倒向俄罗斯之后呢 因为这个地方变成了俄罗斯自己的领土 这么普京呢 他就有权利在这些地方 部署核武器啊 这样的话会进一步加剧 世界末日般的紧张的局势 他这种就是 公投呢 就是包括 摆出一副好像是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呢 这种这样的一种核武器讹诈的 这种这种这种姿态 也就是在吓唬西方 俄罗斯的官媒叫今日俄罗斯啊 他的主编呢 玛格丽特西蒙尼扬 西蒙尼扬啊 声称说什么呢 说国家正处在核战争的边缘 他在推特上写说 从正在发生和仍将发生的事情来看 本周要么我们是即将胜利的前夕 要么是核战争的前夕 那么同时呢 这个就是专家警告说 这种投票的话 确实是增加了这个核战争的风险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俄罗斯的土地了 那么如果乌克兰进攻这些 顿捷茨克呀 这个卢干斯克呀 进攻这些地方的时候 俄罗斯可以以你在入侵我的领土为借口 然后呢向乌克兰发动核战争 这个就是说关于公投和核战争的这个两方面的猜测 加上前面那个全国动员 一共是这样三个方向的这个猜测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种可能 这三种可能 其实对于普京来说都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如果西方在普京核恶诈之下放弃了乌克兰 反而就是说这个这样的话 这个西方他不就是太没面子了吗 我觉得他们是不可能接受的 他们不但不会接受这样的核恶诈 反而他们可能会援助乌克兰更加强大 和更加具有进攻性的武器 本来我们是以过去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 作为俄罗斯的边境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越过这个顿巴斯地区 攻打俄罗斯的本土 那么现在如果你要把我已经 正在攻击的这个顿巴斯地区 也作为俄罗斯的领土 那既然我都已经打到你的领土上了 我还有什么可客气呢 对吧 那我就甚至可能会越过原来的这个俄乌边境 真的进入俄罗斯的领土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北约也好啊 这个这个或者是一些其他别的国家 他们在援助乌克兰武器的时候 可能会更加少一些顾忌 现在他们之所以不援助那些就是长程的武器 或者中短程导弹 那是因为他们害怕乌克兰会利用这种武器 打到俄罗斯的本土上啊 最后普京就疯了 疯了之后可能就会动用核武器 但是现在反正你已经宣传 宣布这个地方属于俄罗斯了 是吧 已经相当于在俄罗斯的领土上作战了 是吧 那还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干脆就援助你更强力的武器就好了嘛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哈 就是说大家虽然都在说独裁者是疯子啊 这个 我说普京是疯子啊 他有可能会做出一些非常不理性的决定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独裁者虽然是疯 但是他并不傻 他首先并不想跟这个世界同归于尽 如果发生核战争之后 普京肯定死窍窍了 是吧 那么其次就是普京身边的人 也不会愿意和他同归于尽 是吧 你是为了你的什么大俄罗斯帝国的荣光 是吧 你想做普京大帝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非得要跟你同归于尽呢 所以我觉得核武大战的可能性仍然是基本没有 但是呢 我们可以感觉到 就是普京这样的做法会给中共更大的压力 欧盟已经表示说 如果俄罗斯搞这种伪攻投 欧盟将施加新的制裁 如果普京动用核武器的话 那中共就更得站队表态 现在中共会有点左右为难 你会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象一下中共现在的态度 你会觉得中共很为难 因为如果中共支持公投 说顿巴斯地区 他们公投可以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 那么请问台湾是不是也可以 是吧 如果你支持顿巴斯的公投的话 那你也应该支持台湾的公投 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共一个非常大的软肋 我觉得其实国际社会也应该把这样的 这个message 就是这样的信号传递给中共 说如果你支持顿巴斯公投 卢干斯克公投的话 这个顿尼斯克公投的话 我们就支持台湾公投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共非常大的软肋 那么如果中共不支持公投呢 他等于背叛了俄爹嘛 对吧 那那样的话 中共就不得不跟这个俄罗斯保持更远的距离啊 让中共在国际上更加成为孤家寡人 那他如果再打台湾的话 也不会有人在背后支持的 是吧 所以中共我感觉最后只能是耍流氓啊 不说支持也不说不支持啊 或者我只支持顿巴斯地区的公投 而不支持台湾的公投 就是双标啊 就耍流氓 很有可能最后中共只能采用这样的做法 但是呢 就是如果真的战争全面升级 包括如果核大战爆发的话 中共它是也必须明确表态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就是俄乌战争变成了一个台海战争的预演 无论如何中共的压力都会非常大 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这次习近平去这个乌兹别格斯坦的时候 没有明确的表态支持俄罗斯的原因啊 有可能普京呢 有过沟通 就是我们现在败了 如果我们不开启一场全面战争啊 或者不动用核武器的话 我们就打不赢啊 那习近平怎么怎么办 是不是支持我们啊 这个习近平可能他就往后退了 说到这个俄乌战争啊 这个中共在国际上受到压力这个事呢 我们就顺便说一下这个王岐山到这个英国 调研英国女王的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引发了舆论的一个嘲讽啊 就是王岐山首先他在几千名政要去调研女王 都没有摘下口 都没有这个戴口罩的情况下 王岐山是唯一的一个戴口罩的人 好像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像 我不知道是保镖还是翻译之类的 也戴着口罩 就是你就觉得他简直完全是自外于文明世界之后 而且非常的没有礼貌 为什么那几千人他们都不戴口罩 就你一个人戴口罩 对吧 那么同时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一般来说 我们知道就是像一个人致敬的时候 要脱帽致敬是吧 就是为什么脱帽呢 就是就是你你这个脸上头上什么都不戴东西吗 这样的话大家能够看清楚你啊 这个就是一种 因为帽子可能会把脸遮住很大一块嘛 就脱帽的话实际上是一种 要把自己的脸都露出来啊 是一种敬意的表达 那你戴着这么大一个口罩 算怎么回事呢 对吧 你连脸都不露 嘴都不露 鼻子都不露 那么这显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礼貌 所以我觉得王岐山戴口罩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王岐山再向习近平表忠心 因为习近平出席这个乌兹维克斯坦 那个上科峰会的时候 他戴着口罩嘛 那王岐山的话 他也不得不戴口罩 向习近平致敬 谁不是向女王调咽 而是向习近平致敬 这个向习近平表忠心啊 这个确实也是非常的恶心啊 但另一方面的话 其实也能够反映出就是说 至少在王岐山看来 习近平的地位还是相当稳固的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王岐山出席的时候 就是中共使馆组织人 搞这种热烈欢迎的仪式 当王岐山下车的时候 这个操中国方言的人员 站在这个伦敦街道两侧 挥舞着中共的血旗和英国的国旗 来家道欢迎中共代表团的车队 然后王岐山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多人齐声高喊热烈欢迎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丢人的 这个实在是太丢人了 大家知道一般来说 在对方国丧期间 那那个谁 英国女王这个驾崩的话 那肯定是属于国丧嘛 对吧 在国丧期间的话 你一定要尊重对方的 这种 这个忧伤的心理啊 你一定不能够去刺激他 而且不能够 甚至自己 哪怕真的有什么好事 有什么高兴的事情的话 你都不应该去演奏 这个音乐 或者是这个 就是大声的欢笑 这都是很成问题的 大家知道在这个 就是 北宋期间 当时北宋和北面的辽国之间 在这个 十一世纪初的时候 不是有一场战争吗 那场战争之后呢 这个宋国和辽国之间 签订了一个盟约 叫做禅渊之盟 在签订这个禅渊之盟之后呢 宋辽之间就变成了兄弟之国 他们的关系 曾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非常紧密 几乎就没有发生过战争 而且就是说他们每年到了这个重大的节日的时候 都会互派使节到对方去 通常派的都是一些这个 呃 这个文人学士啊 像包拯啊 在这个 就是 北宋就曾经作为正诞使啊 就相当于元旦那一天 被派到辽国去敦牧邦交 像欧阳修啊 像富弊啊 他们都曾经出使过辽国 像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 去了之后的话 人家满朝文武热烈欢迎是吧 然后举行宴会 饮酒赋诗 彰显各自的礼乐文明 然后呢 像这个辽兴宗和宋仁宗 还互换自己的画像 就是当时两国关系非常好 那真的是和睦啊 邦交非常的和睦 在这种情况下啊 宋辽的皇帝 如果有一国的皇帝驾崩的时候 他一方面要派使臣去通知对方 那么被通知一方的皇帝要挫朝 挫朝的话就是不上朝啊 就等于是对方是国丧啊 我们这边的话也太悲伤了啊 我们也不上朝 停止办公 停止朝会 而且呢 会跟自己这边边境上的这个 就是手边的那些将士们也好 或者是这个行政人员讲啊 在己方的边境上 要停止奏乐和停止任何的娱乐活动 来尊重对方的国丧 这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礼貌 是吧 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 礼仪之邦 就是我们都知道 要注意这些事情 现在中共就把这个整个中国人搞的 就是在外交方面完全没有基本的常识啊 你说你欢呼雀跃的 欢迎个什么劲呢 对吧 你嫌的自己多没品呢 那么现在咱们再回到这个普京 这个这个这个刚才说到的 就是他发表讲话有可能的内容啊 那么普京现在也很难办 就是说我觉得他为什么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突然之间取消了这个 就是对全国的演讲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 普京可能是接到了美国 或者是欧盟非常严厉的警告啊 就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怎么办 普京得把整个的这个 做这个宣布的利害得势想清楚 因为普京的讹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 以后大家就更不会拿你的讹诈当回事了 是吧 你这是外强中干 对吧 你这喊狼崴了 是吧 我们就更不拿你当回事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不光是你停留在口头上 大家就不会当回事 你就算真正实施的话 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高招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你哪怕真的进行全国性的动员 然后你征召了一批人入伍 这批人 他们是没有办法马上去投入战斗的 哪有新兵弹子 就上前线拿枪 可能枪也不会打 是吧 那些武器也不会操纵的 那个坦克车也不会开呢 是吧 所以这些人 他们是必须得经过训练的 这个训练周期 至少要六个月的时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乌克兰为什么现在反攻 是吧 因为乌克兰 2月24号的时候被入侵 然后他为什么 8月份的 8月份的时候反攻 但是泽伦斯也说 8月份可能是一个反攻的时候 就是因为 他征召入伍的那些士兵 经过半年半年的时间 已经训练完了 他可以操纵那些武器了 他就可以回来打仗了 而且就是说 如果这个普京 他真的是 这个把新兵送到前线去 就算是这些人 已经训练完了 还有很多问题 你还是解决不了 比如说后勤保障的问题 就一直没有解决过嘛 对吧 你把更多的人送上去的话 那你的后勤问题更大了 更需要运送大量的装备 大量的弹药到前线去 大量的食品药品到前线去 更没有办法解决 是吧 所以你即使这些人去的话 后勤问题解决不了 装备的问题解决不了 他的坦克 他的飞机 现在很多都在战争中 已经打得没法用了 我今天看到那个欧盟的 那个那个 那个主席 还是副主席 我忘记了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俄罗斯现在在从冰箱 和电视里面拆芯片 因为他们连芯片都没了 但从那地方拆芯片 然后呢 去修理他们那些军事装备 而且俄罗斯的情报系统也不行 就是说 从你这个士兵的训练的程度 到你的后勤保障 到你的这个武器装备 到你的这个情报 的搜集和分析 你都不行 所以你光有人上是没有用的 而且就是说 当他这么做的时候 乌克兰就更有理由 把顿巴斯地区跟克里米亚 同样对待 因为克里米亚也是 公投完了之后 投向俄罗斯嘛 然后现在顿巴斯 如果也是公投 倒向俄罗斯 那他们地位是平等的了 一样的了 那我就更有理由 是在收回顿巴斯之后 顺手就把这个 克里米亚也收复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普京 其实现在他想的这个东西呢 就像是一个赌徒一样 已经输光了 快要输光了 他要把剩下的筹码 全都压上去 孤注一掷 我觉得这样的话 他最后可能真的就是 输得连裤子都不剩了 说完了俄乌战争 我们再简单的说两句 中共那边的内政 就是9月21号的时候呢 一张就是一个社区的 这个就是一个告示啊 被贴到这个推特上 可能在国内也是流传的 反正在推特上 现在传的很广 就是这个社区呢 要实行一种制度 叫做实户展啊 就是每十户 组成一个小团体啊 这个实户的话 要选出一个人来负责任 这个很容易就让人想起来 过去法家搞的那种连坐的制度 就是一个家庭 如果有问题的话 这个十个家庭就全部出问题 一家阳性实户全部拉走啊 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 经过调查呢 发现就是这份征集令啊 就是征集实户长的征集令 是发生在四川省自贡市的贡景区 这个事我觉得啊 就是说大家知道 你听起来感觉好像 这只是一种社区自治的一种 就是基层的组织吧 就是这个实户展 那国际上的话 当然他也有一种社区的自治 但是跟中共这边 这个所谓的实户展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国际上的这种社区自治 他没有一个党的领导啊 也没有什么控制社会的目的 就是大家 咱们在这一个社区 咱们这一条街上呢 或者是在咱们这一个小的 这个这个这个社区里边啊 咱们怎么能够 这几条街啊 咱们怎么把咱们的事办好 要不要修路啊 或者有一个什么 这个这个 我们要不要通通这个天然气的管道呢 还是说我们自己 还是用烧烧煤气罐 我们也挺好 是吧 就对一些公共事务来做决策 所有的成员 所有的组织都是松散 所以这个其实跟这个 中国大陆这种实户展 就感觉特别的不一样 但是呢 实户展的设置 其实反映出习近平一种严重的 深刻的不安全感 昨天咱们提到新华社9月19号 印发这个中共中央要求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的最新的规定 其实也是在为习近平连任总书记 扫清障碍 因为以前规定是总书记只能做两届 这个是2005还是2006年的时候 中办发的一个通知 那么所以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频道做节目的时候呢 我曾经说 中共在二十大修改党章 一个很大的这个动机呢 就有可能会设立党主席啊 就绕过这个总书记只能任两届的限制 但是现在看来啊 习近平通过这样的一个新规定呢 已经解决了这个总书记不能连任两届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有人讲说习近平总会把这个这个三个位置 这个就是军委主席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三个位置要让住一个 他是为了连任国家主席修宪啊 然后的话呢 为了连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来解决这个 呃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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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发这个新的通知 所谓能上能下啊 就是为自己连任总书记 因为这里面提到就是如果你必须要连任迫不得已的话 你也是可以连任的啊 可以超过两届的 所以呢 他实际上已经为继续三权在握啊 就是扫清了所有的制度上的障碍 那你觉得说习近平他会扫清这个障碍之后 然后的突然之间又放弃他的权利吗 这个不大可能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说对这个现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哈 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什么什么这个有 有人说说啊 你这个是大外宣 你是习近平的大外宣啊 我不是任何人的大外宣 我只是在讲中国的政治常识和这个领导人 他们在做这些决策的时候 他们可能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那么习近平呢 就是说他如果可以连任总书记的话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做党主席呢 我可以把他的概率调低一点哈 但是我觉得也不会调的太低 因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要在二十大的时候被加冕为人民领袖 如果是人民领袖的话 以前的两个领袖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 都曾经是党的主席 那么跟人民领袖啊 习近平新的这种这个头衔相匹配的 他的在党内的职务的话 其实也应该是党主席 所以这个事咱们就看吧 看这个习近平倒行逆施能够到什么程度 呃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这是中国的大不幸 是吧 就是如果习近平能够继续连任的话 呃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不是我们主观的愿望能够改变的哈 我们只是说 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就是他的连任和这个继续抓住权力呢 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的大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了哈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这个呃 我的这个中华文明史呢 今天又新到了一批书啊 所以呢 有一批呃 之前订的朋友呢 可能会这一两天就会寄出来啊 还是请大家注意 这个在eBay上 用你的这个tracking number 可以可以可以看一看这个书寄到哪里了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了哈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呢 请大家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 汇城巨著 百家大义 娓娓到来 希望之声金平网 希望之城 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 第二部大型讲史系列 中华文明史 为您重现中国历史上 最璀璨的文明之珠 让您在轻松的观赏中 汲取古老的智慧 和对当代的启迪 今天就登陆 Land of Hope.tv Land of Hope.tv